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中國的航空業 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航空業的對比是怎樣 現在全球大家都說 整個航空業是一個冰河時期 他們估計有480萬個崗位會消失 今年已經有40間航空公司倒閉 接近有500架飛機已經停止 那是不用的 那個崗位損失得這麼厲害 大家看到港龍航空的牌子已經沒有了 但反過來看 在內地現在的機場用的數量 航班的班次、架次 其實他們的影響不大 有些反過來看 在九月的統計 是仍有增長的 譬如成都的商流機場 還有重慶的江北機場 他們仍在增長1%和2% 影響得最大的 就是北京首都機場 跌了四成多 例如商業很繁重的那些 上海、浦東跌了兩成七 廣州、白雲跌了15% 其他的南京、杭州、西安 那些全部都跌了幾個百分比 即是內地的影響 相對來說 除了北京、上海和廣州 這些大城市影響大之外 其他相對來說 影響也不大 而且經歷過今次的疫情之後 內地的航空公司為了生存 以及有很多物流的需求 因為很多是轉到線上購買 那個富運是全國不同地方要走去富運 他很多是將他的客機改成貨機 令到那個航空沒有相對來說影響得那麼大 這個是內地因為他們的疫情控制做得好 令到他們的經濟相對來說 他們的香港回復得比其他國家好 健康碼雖然會影響到有些人 好像說沒有了自己的私隱 但是換來的就是一些安全 以及一些經濟化的復甦 這些是取捨來的 外國人尤其是一些西人 他對自己的私隱非常之重視 他覺得小我比大我更加重要的時候 付出的代價就會比較沉重 香港如果再不推出健康碼 令到整個地方回復回到以前 七七八八或者五六六的時候 根本香港的經濟是挺嚴峻的 但又很有趣 因為香港是貨幣跟美國掛勾 越差的時候 全球引錢越多的時候 對於有些引不到的東西 有型資產 好像住宅物業 好像食物的時候 不但不會令到那個價格會下跌 反而是會令到它上升 好像活在平衡時空那樣 即是人工或者被人裁員 但是那個租金的下跌幅度 不夠自己被人裁員 減薪的幅度那麼大 食物也看不到大幅的下降 今天想說的就是關於內地的航空業 和國際航空業的對比 今天想說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